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人一到二十五岁 骨胶原就会开始流失 然后肌肤也慢慢失去弹性 加上我作为两个儿子的妈妈 早上上完工 晚上回到家 还要照顾子 令肌肤完全没有时间休息 我试过很多种真身骨胶原的方法 以下这三种 我今次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种方法就是自制骨胶原汤品 我试过有一次去看中医 你知道女生一定要看中医去调理身子 她介绍了我去煮一种叫做雪耳莲子汤 她说雪耳其实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新层代謝 和骨胶原增生 是平民版的花胶 连续试喝一个礼拜 我又觉得OK 效果真的挺滋润 但你说是否真的可以回复到二十岁时候肌肤的蛋性 对不起 我真的不觉得 第二种方法就是喝一些骨胶原的产品 我自己就会喝这种产品 而这种产品 其实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听KOL介绍 而去买的产品 我KOL就声称喝完这一枝之后 它就真的变成脏糊糊 然后她的老公就说这枝酸酸甜甜很好喝 但我第一次试这枝酸甜甜的时候 我想说真心难喝 但我也很乖 一直喝一个星期 我又真的想说 看到自己的肌肤和毛红 真的细致了很多 然后真的变成脏糊糊的感觉 加上这盒东西 大概是二百多三百元左右 我觉得性价比其实都OK 大家有兴趣的话 不妨也可以试试 第三种方法就是打伊尾针 因为我有鼻敏感的关系 令黑眼圈很大 我伊尾朋友介绍了我去打一只 有玻尿酸和胶原蛋白成分的红毛针 他说可以减碳黑眼圈之余 还可以刺激骨胶原真身 不过打的时候真的超紧张 他帮我打完黑眼圈 有剩的话他就帮我打蘋果机 两天之后 我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我的样子年轻了 超开心 但是八个月之后就打回了圆形了 加上我又觉得有点点破废 之后又忙着要臭小孩 所以我就没再去打过了 总结来说 最好的当然是打针 其次就是一些补充剂 至于你说要煮一些胶原汤品的话 因为要天天煮我真的觉得有点烦 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 真身骨胶原的方法 不妨在以下留言板说下